在北京时间5月22日结束的一场八甲联赛中 国足规划汉将洛国富完成破门 他的情绪十分激动 在和队友疯狂庆祝的时候 竟然腾空飞踹本队教练 不了解情况的球迷 还以为洛国富和教练有矛盾 但是看到所有人脸上都挂着笑容 才明白这是一种另类的庆祝方式 不过飞踹的动作过于危险 不仅有可能对教练造成 身体伤害 而且有可能因为动作幅度太大 遭到主裁判处罚 还请其他球员不要模仿 洛国富回归巴西足坛后 效力于米内罗美洲 在球队和伯塔福哥队的较量中 他在第37分中完成破门 首次回新东加破门 率队1比1拿到一个积分 值得一提的是 洛国富回归巴西后 连续三次获得首八机会 进球来的也比想象中快很多 洛国富刚刚进球的时候 主裁判认为有欲为嫌疑 经过视频回报后 才确认进球有效 洛国富非常兴奋 跑到场边和队友激情庆祝 还朝着教练做出飞踹动作 熟悉洛国富的球迷应该知道 他进球后的标志 庆祝动作是飞踹脚旗杆 这次可能是一时兴起 把教练当成了脚旗杆 洛国富肯定不是故意伤人 只是做出动作 脚并没有踢到教练 球迷们也不用太担心 洛国富如此兴奋并不奇怪 他上一次在正式比赛中进球 还是十二强赛 国足对阵越南的赛事 时隔几个月再度破门 说明他的状态保持得很不错 洛国富曾经是中国足坛顶级外人 本名阿洛伊西奥 入籍中国后改名为洛国富 年轻时的洛国富以冲击力强 身体壮硕本名 在球场上武童一头蛮牛 踢把有点类似于前万年王台奴役 随着年龄增长 洛国富的身体状态有所下滑 冲击力也不如以往 但职业态度还是非常专正 国足十二强赛阶段 洛国富是为数不多 在场上拼尽全力的球员之一 让不少拿着高薪的本土球员汗颜 按理说 拥有这样的规划球员 是中国男足的福气 但由于中国足坛整体大环境太糟糕 大部分俱乐部都面临财政危机 就连曾经的顶级豪门恒大 也不得不结一缩时 改变运营策略 此前 洛国富 艾克森等规划球员 已经纷纷和恒大解约 选择重返巴西足坛效力 如此一来 这些规划球员 未来也不太可能为国足出战 足协费尽千辛万苦 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规划计划 基本宣告流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